好 現在有立委提案呢 表決通過成立疫苗採購 調閱小組 藍綠真的吵翻天了 衛福部長陳時中 上了綠媒的節目就說 成立調閱小組 對現在狀況是沒有改變的 疫苗就算買貴 反悔也來不及 現在這個部長自己這樣子講 這話大家聽了都說 實在是傻眼貓咪 認為應該要公開透明啊 專家說 疫苗是賣方市場 很難買得便宜 這關鍵就在 政府跟在野黨 立委雙方不信任 手拼來台的AZ疫苗 二十二號正式開打 立法院未還委員會 藍綠立委也開打 為了成立疫苗採購調閱小組 雙方吵得不可開交 當天晚上 衛福部長陳時中 上綠媒節目 卻爆出這一席話 一副你奈我和的 態度反對理由 連民眾也聽不下去 有一點傻眼貓咪 這種東西本來就要公開 就是也是 那也是人民的錢去買的 會覺得什麼意思 第一時間丟出的這樣的話的話 其實這也是讓大家會產生 就是懷疑的心態 從疫苗採購以來 陳時中就像放羊的孩子 不斷喊狼來了 聲稱採購到幾千萬劑疫苗 卻沒辦法說清楚到貨時間 終於等到十一點七萬劑AZ 也像是意外驚喜 落地前一小時才知道 難道不能公開透明嗎 賣方市場之下 你絕對不可能買得便宜 政府不信任這些立委 會不會把這個秘密 洩漏出去 但立委不信任政府說 他可能認為說 你是不是故意用 很高的價格去買這個疫苗 那所以兩方面 如果可以折衷 把這個事情講清楚 一切價格過程 都是指揮中心說了算 但是疫苗採購決策和步驟 卻密而不宣 連立委也無從監督 叫人民如何心安 記者林英文 林沛傑 台北採訪報導 DAP的AZ疫苗 開打下一波 什麼時候來 其實現在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 希望寄託在國產的疫苗 希望二期臨床試驗之後 緊急授權使用 但是要不要來試驗呢 還是有爭議 前衛生主長 就楊智良 重炮抨擊說 絕對不打國產疫苗 跟陳時中部長隔空交火 專家認為說 國產疫苗 如果不進行第三階段測試的話 不但沒有辦法來算出保護力 未來恐怕喪失國際的競爭力 不過現在呢 在這個現在 疫苗進來了 大家帶頭打 在院長部分 還有部長部分 效果看起來怎麼樣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在網路上做了一個民調 大家還是認為 蔡總統你出來打 提高意願是高一些些的 不過蘇院長部分 可以看到只有39.1% 開打首日全台58家醫院 已有35家打完分配的疫苗 但仍有醫護皮皮剉 因為他疫苗現在還沒有很穩定 對我來講 我不會想要打 醫護優心負作用 施打率沒有隨著開打而提高 但是這11.7萬劑疫苗6月15號到期 預計最晚4月20號前 得全數打完第一劑 法律上規定超過有消息 就是不能打了 後面疫苗什麼時候來 指揮中心說不準 等著接棒的國產疫苗 2000萬劑 卻因不做三期試驗 就將緊急授權開放 引發前衛生署長楊智良 抨擊說國產疫苗第二期 就能申請緊急使用授權 絕不打國產疫苗 請陳時中部長查一下資料 當時H1N1疫苗開打時 國光當然有做第三期 楊千說人應該了解 以前在H1N1的時候 我們也是沒有大規模的 做人體的試驗 三期的試驗都有它的一個困難 雙方隔空交火 反觀國外疫苗 輝瑞BNT 莫德納 以及萊台的AZ疫苗 均通過第三期臨床試驗 就連醫師也舉出 第三階段試驗的重要性 那二期的人數呢 不足以讓你確定這個疫苗 是否有多少保護力 台灣的疫苗 不做三期臨床試驗的話呢 它的國際接種率一定是低的 國產疫苗未過第三期臨床試驗 不但專家醫師不買單 恐怕國產疫苗也難走出台灣 這周天姐 楊翔宇台北採訪報導 首批11.7萬劑AZ疫苗 已經開放了接種 不過看到根據最新的民調顯示 台灣人呢 對於國產疫苗的信心 我們可以看到對國產疫苗的信心 這個部分非常有信心 有26.3% 那還算有信心有四成左右 那另外來看到在進口大陸疫苗的話呢 還算同意的部分呢 是21.4% 但是不同意的部分 還是超過了這個五成以上 至於對採購疫苗的態度來說 現在看起來還算是滿意 以及非常滿意呢 也是有大概六成左右 今天早上呢 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 他有最新說法 等你來看 疫苗國家主義 或疫苗民族主義的展現 那麼當台灣過去一年多 如果防疫表現很好的時候 就發揮了所謂的一白遮百醜的 這些效用 那麼什麼都好 只要政府涉及到這個 防疫有關的事物 民眾都說相信 有信心 這個 這樣到底好不好 這也是應該可以討論的問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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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